颱風天更好 大家都看得到 沙灘和海平面 加上沿區綠積 非常美麗 而且光線就夠猛了 大海看出去 可以看到整個 十里銀湯、小景威的內溫 客廳不用說了 客廳 開間大約在四尾都不到 三尾半 四尾 最多四尾 到這裡是四尾 到我那裡應該是三尾半 一個開間 客廳這個位 如果喜歡熱鬧的話 我建議推薦你們買這個盤 因為這個盤 基本上生活的配套 加上 還要自己的商業圈 全部都有 歡迎回來大灣區置業 買早樓沒有人跟 就變100公里範圍內 有甚麼吃喝玩樂 大陸怎麼玩 當然找我們慰溫客家人 慰溫客家人是惠州當地地膽 找我們購房 售後無憂 專業數字最高 退休最佳攀 樓市諮詢最快 聯繫電話 852-6696-2377 852-6696-2377 很快樂 十分之下 新世平 美國 大陽市 大陽市 也有 大陽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風真是舒服 坐在這裡也不想動 還有這個椅子也不錯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會灣阿奈 今集我們來到華潤小徑灣 這個沒有那麼大的平層 就是140房 三房兩廳兩會 這個也是轉彎的露台 大家都看得到 這個七字形的露台 這套他以前買的話 是非常貴的這個單位 還有熱也是華潤最大職的 平層來說是最大職 還有海景也是最好的 為什麼推薦這套房 因為它屬於華潤第六期 就是最新的一期 最新的一期 都是最後的一期 還有這套我開的地方是23棟 華潤六期23棟 這個是單邊位 整棟都是單邊位 加上這個七字形的露台 這個戶型都是單邊位 還有它這個盤 目前對於華潤來說 就是這個140房 是比較準的一個單位 當然我們絕對跟對面這些 對面這個就是 這裏就是十里共產一期 和這個一期的別墅 它剛好一期和華潤六期 是兩格來的 那邊的樓市樓價肯定會低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低很多 目前這個七字形的改革 140房的話 現在放盤的價單是286萬 業主買過來的話 是380幾萬 所以就蝕了一百萬 一百萬的樓價 然後放了這個盤出來 還有這些盤 即是放盤是有的 但是不是很多盤 就是小時候有一套半套 上面都有一個是十七樓 這間我目前是六樓 十七樓那套 放盤是三百二到三百三十萬 這個放盤價 這個放盤價是286萬 還有這個華潤這個地方 它是比較奇怪的 你看兩格旁 大家都知道 兩格旁 280幾萬 你十里銀攤來說的話 都可以買得到這套別墅 但是別墅的景 肯定沒有這些平層景 還有這個平層來說 你如果不喜歡打掃的話 就建議買平層 如果要養花那些 別墅就比較適合 不過我們大平層又結合了 就是你這麼大的露台 也結合了一個點 就是你可以種花花草草 這邊也是OK的 你也可以 這個小小的露台 種花花草草 這個就做一個觀景的露台 還有華潤這邊 過去的單邊位這些 全部都是140方的 都是賣光 目前二手房是有的 但是不多 全網來說的話 華潤小徑灣 這個140方的二手 最多都不超過10套 10套 這幾棟 還有華潤的業主 還有圈層要更高一點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華潤 第一 老業主 大生業主 這個比較好 就是肯定他積數 積數為華 做得好 人家才老大生 比較多 10里銀灘和華潤來比 我們經常說 就是一個天一個地 10里銀灘隔離幾十萬 這裡整個百幾百都有 還有這個別墅 這裡的別墅 比香港半島別墅 都貴很多 很多人說 就是你偉租海景房 就是幾十萬 其實偉租海景房 也是有幾十萬 但是也要幾千萬 也很多 這個價錢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說 就是三四千 到五六萬元一個方 都有 今天帶大家看 286萬 140方 就是華潤目前最好的平層單位 現在我們每天去了解一下 還有 今天就是 颱風天 大家都看得到 這些沙灘 和海平面 加上我們下面的圓區陸跡 非常漂亮 還有 這個光線就夠猛了 你看 大海這裡看出去 可以看到整個 十里銀湯 小敬威的內灣 小敦斯 拍不拍出這個效果 當然我們對面的跨海大橋 都看得到 還有對面那些 就是圍廣半島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華潤的沙灘 都看得到很大 有一個沙灘 看到沒有 沙灘 一隻到那邊 全部都屬於華潤 華潤 沙灘來說 比十里銀湯 有一個優點 就是 沙灘的乾淨 比十里銀湯乾淨很多 因為它逼近有華潤管理主 十里銀湯的沙灘 是比當地村民來管 所以 甚至差很多 和環境都差很多 你下面都可以看到 沙灘 海 和圓林 綠積 下面還有小朋友玩 還有 這裏 華潤來說 這套房 目前在市民廠來說 是比較少的 所以 這也是它的 大的賣點 現在我們進去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戶型 現在我們來到 這個電梯好 這個是三個電梯 三梯六火 這個單位 左邊是有 一二兩火 這邊有四火 我們現在是 零四戶型 才是140方 那這個 走廣位的話 它通風順 通風順 通風順 都很好 你看看 這個三 聽到沒有 我們這個 目前給了這個 酒店做的托管 這個140方 是做三房 兩廳兩位 一入戶的話 左手邊 就是一個 除房 這個除房的話 其實對於住家來說 真的有四 對於140方 那隻 戶型 來比的話 就是慢慢的 不過它這個 都是做了一個 旅遊刀架 這個尺寸 這些 所以 除房 都不會做很大 還有這個戶型 和壁具員那邊的戶型 對比一下 你都會知道 就是 除了露台 有些優點 其他 這個格局來比的話 是沒有壁具員做得那麼好 這個是 絕對性的 不用說那麼多 大家 如果有了解過 就知道了 還有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 主人房 右手邊的主人房 主人房是帶了一個套間 這個套間 都是做得很麻煩的 都是比較四D 不過都是夠用 適合一個 林浴 馬桶 和寫手台 主人房的話 都做到這個 尾巴長 是沒有問題的 再加上右手邊 放一個六十的衣櫃 剛剛好 六十 這裡 大家 一眼都看穿了 差不多 還有這裡 都是可以出露台的 因為 華論這個 一百四十方的 賣點 就是這個大露台 這個露台 真的大 大 不是大 但是非常之長 長到比較長 好 我們去廳那裡看看 對了 這裡還有一個 是 坐了一個衣帽間 放一些衣服 因為度假 度假的感覺 都不用放那麼多衣櫃 那些雜物 都比較簡單 這個廳 大家看就看完了 都不會說很大 一百四十方 公灘的地方 就是比較大 看得出 起碼公灘有 百分之二十五 到三十 當然 你不要記住露台 因為露台是幾半 記住露台 平均拉的下 就是百分之八十 八十多的使用率 我左手邊 這裡 只有一個公廁 這個公公廁所 還有 右手邊 是一個房間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寬的房間 但在這個房間 它目前是做了一個塔塔尾的 可以直接通出露台 所以這個 一百四十方的單邊位 它是有三個房間 每個房間都挺開的 客廳 不用說了 客廳 開間大約是四尾都不到 三尾半 四尾 最多四尾 到這裡是四尾 到我這裡應該是三尾半 一個開間 客廳這個位 還有這個鬼轉彎的露台 這個就是吃飯的地方 這個吃飯 這個桌子 中國人說是吃飯 這個桌子 吃四餐都差不多 如果坐著這個位 坐那邊位 那個餐太多 夾到這裡 要站住 所以很多 因為這個就是隔閣問題 所以才放個長桌 其實這個地方放個圓桌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都喜歡吃飯 大家圍一圈 可以夾菜 這些都比較方便 內籠大約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中央空調 都是全部做好的 通風管這些 都是全部做好的 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華裏的層高 真是一般 層高都很一般 因為這個 是屬於超高層的鹿魚 有差不多四十多層的單位 目前我們現在是鹿鹿 我們現在都可以減減一下 你站住這個 直角這個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一望無際的大海邊 還有 下面都有綠植 還有沙灘海 有擁有你這三樣的話 即是 為租海景房來說 就是少之要少 所以這個價值可能就是 第一 可以看到剛剛說的 還有這個 勞盤的品質 還有這個開發商的名字 大約我總結一下 這套房來說 性價比不是最高 但是它屬於華潤的爐盤來說 它是最美的戶型 如果要對比的話 即是沒有什麼對手 這個華潤這邊 除了和維港半島的211比 還有一些對手之外 整個衛州 冰海線來說 它說港第1 都沒有人減港第2 不好意思 它說港第2 沒有人說港第1 包括維港半島 維港半島 黃牌互情 211才可以和它對比一下 但是呢 它的優點 它的山場 這個華潤 它的山下 平視了海邊 和海邊齊便宜 還有不用過馬路 直到海邊 這裡還有一個缺點 看到有優點有缺點 沙灘來說 大家看見沒有 看沙灘 你不要看 現在暑假剛剛過 要10月1號左右才有人 所以這個月比較安靜 但是你到了折隔日 你近沙灘的話 肯定比較吵 比較吵 還有 經常都有人在沙灘放煙花 不用說 如果喜歡安靜的話 我不建議你買這個盤 整個華潤圖牌都不建議你買 如果喜歡安靜 如果喜歡安靜的話 我建議你買維港盤 如果喜歡熱鬧的話 我建議你買這個盤 因為這個盤 基本上 生活的配套 加上華潤有自己的 商業圈 全部都有 等下我們都可以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 OK 今集就分享到現在 華潤240房 286萬 這個報價 如果喜歡看這套房 可以聯繫 但價單是便宜不到多少 我來跟你說一下 今集就分享到現在 我去尾巴拉拉 拜拜